我离婚了 我离婚了 不是 你真的假的 你别开玩笑 有拿离婚开玩笑的吗 我上周离的 恭喜你 你想恭喜什么呀 有开始就有结束 有结婚就有离婚 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 感谢你们国家做的贡献 你说得对了 不过想想我也不亏 我用这几个月的婚姻 换了一四百多万的餐厅 那房子呢 你现在离了婚你住哪儿啊 我就租呗 我就搬出来租房子住呗 人家好似是大 可是那是婚前财产 他大舍得给我呀 不过我想想 一个餐厅也挺值钱的 我就忍了 妮儿 我跟你说 你就这点我特别佩服你 你说这一年下来 得认好几个餐厅呢 你说什么呢 不是 怎么就这么突然呢 到底因为什么呀 亲爱的 其实一点都不突然 我都努力了好几个月了 可是真的不行 这叫什么胡话 什么叫努力了好几个月了 你结婚才多久啊 你就努力了 这你蜜月期还没过呢 你以为我努力跟她谈恋爱呢 阿妞 我是给她生孩子 你觉得我生不出来呀 人家也怎么会生不出来呢 对呀 你那不是有一个孩子吗 你怎么都像现在 你就生不出来了 肯定是那男的的问题 我也这么认为的 不是 医生不这么说 你知道医生怎么跟我说的 我气死了医生跟我说 这个小姐呀 你的岁数太大了 你的排卵质量不是很好呀 不是你想生就可以生的 生快呀 你都生过一个了 那你生育能力肯定没问题 再说了 我们三个人年纪都差不多 你要现在怀不上 我以后跟桃子怎么办呀 对 对呀 我姐 你看 我姐比咱们还大三岁呢 这不都怀上了吗 那人跟人是不一样的 那报纸上还说 六儿三岁老太太还生孩子呢 那可是到我这儿就不行了 对不对吗 这是事实生育雄变的事 我告诉你们两个别拖了啊 不能再磨蹭了 你说我是不是得重新建立一下 我的朋友圈啊 以前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吧 还能聊聊八卦 聊聊哪个老师讨厌 哪个同学好看 然后呢就开始聊相亲 聊完相亲之后聊结婚 聊完结婚之后 现在要聊孩子 那以后是得聊纸聊片呀 什么之类的呀 闭嘴 据可靠资料报道 说咱们女人的卵子数量 是固定的啊 这一辈子 差别只是在于 每一个女人和每一个女人之间 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 咱们每月排一例对吧 排一次 你就少一例 少一例 你就老一点 也就是说 等到下个月你排的时候 你还是没用上 你就浪费了一个 就这样一次来推 排不用排不用浪费 然后排没了 你的卵子就没了 然后 就怀不上了 为你这么说的 怎么越听越害怕呀 对啊 那我怎么才能知道 我现在到底还生多少卵子 没排完呢 这我哪儿知道呀 医学结果好像没出来吧 不过我觉得这事因人而异 你说你姐能打了 不该生还生的 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因人而异 才可怕呢 你就不知道 你自己到底属于什么情况的 反正我觉得生孩子这事 越早生越好 你看人 薇薇 你那弄孩子的事成怎么样了 努力中了 对吧 你就不能再拖了 赶紧 这不是拖不拖的 我跟你说我一直都很 都挺抓紧的 先是抓紧工作 我要养活我自己 然后我又抓紧相亲 完了我又抓紧结婚结婚婚 我现在又抓紧要孩子 那我问你 我自己的梦想怎么办 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我自己的梦想啊 梦想是梦 孩子是吱吱的东西 我告诉你 生孩子这事开不得玩笑 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 真的 桃子 工作永远都可以做 钱是挣不完的 但是孩子 听清楚了啊 不是想生就立马能生出来的 所以好好想一想 工作和孩子谁更重要 这话跟我妈说得一模一样 行了 你别操心我了 叔叔你自己吧 你后面有什么打算呢 怎么办啊 你 别哭啊 是 你没事 我跟你说都会好起来的 你别哭啊 都会好起来的 你真 你真 有意思吗 有意思 我跟你们说 重大消息 我发现了一个 外形较好的 口袋的游米灯 对我还不错的 太迅速了吧 歹嘴 一个月 对你 一切《遁坟》 是吗 董事物 干什么 有点想在这边 那是没有湾 还有什么 有点想在那边 这 玉 Rice 刚接就离开 也忒快了点了 因为什么呀 就因为她生不了孩子 她 她说现在 有一种新的说法 说这个女人一生之中 卵子数量是固定的 每个人多少也不一样 然后你这个月你不用呢 就排完了 排完了就浪费了 你这一生之中 如果固定了 卵子数量都排完了 你就永远都不会有卵子了 你就再也不能怀孕了 那就说她自己那种 为老心衰的女的呢 不包括你 不 你这样的 那就是水汪汪一双大眼睛 粉嫩粉嫩的 花孤独一样 还没开的那种花孤独 你能不能面对现实啊 你听我说我今天三十二了 我可没两年我就四十了 我孩子还没有影呢 谁跟你灌输的 别妞吧 人家我 甭听她下班 什么资料上都查了 什么资料啊 我跟你说 现在这电视上网络上 时常就蹦出去专家来 这专家那么说 隔两天再蹦出来 又那么说就都甭信 这种事必须就是 信咱俩自己的 咱俩自己才能说了算呢 是吧 你干吗呢 挑逗你 你别烦人了 妈说了现在不是危险期 什么危险期不危险期啊 生活不要目的性那么太强 随一点不行吗 就请吧 娘 你别烦人 我这 这发着愁啊 洗澡去 你还别说呀 这个酒啊 我还真喝福了 绵绵的 柔柔的又不上头 但他还有劲 迫不及待了都 注意点 年龄不饶人呐 老哥 出来了 好不容易没人管了 喝就喝痛啊 我说啊 我最近一直在考虑一个大问题 什么问题啊 你看啊 我快要当爷爷了 你孩子 姥爷那头啊 团长 大导演 到处那个话剧火得一塌糊涂 家里那个照片 那个奖状 书柜摆得是满满的 人家什么大艺术家呀 不同于一般人 可我这头呢 固执一提 我们俩要摆一块儿 一头艺术家 一头平头老板凶 你说我这个脸上没光啊 我 不是 你想来得挺远啊 是啊 你说这辈子太平凡了 上大学 进单位 从科员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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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了区里这么一个小局长 完了又退休再下来 回顾起来总结起来啊 四个字便可盖过 不值一提 倒是又那句话了 还真是国家的一颗小螺丝钉 你心就老不甘 我总得做出点 小孩子能心服口服的事呢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 你能干什么呢 我是这么琢磨的 我做点这事行不就 当年 想做不敢做 那我现在退休了 我去做行不行 你这想我太好了 是应该应该干点事 不是我想我也应该干点什么是吧 是是是退休了 我这干点什么呢你说咱们 总得干点什么 对 你说我去抓小偷去怎么样 抓小偷 北风那个吹吧你啊 你认识小偷是谁啊 我当然认识了 你没看那电视里经常说 说那小偷的眼睛老盯人钱包 我倒是在街上我一看见 有这种人出现 我看着我上去 我三下我这儿 啪 我这给扑倒 打住打住啊 我看你啊真是想出名 想当英雄 你都想疯了你 倒不是说想当英雄 我怎么我也得干点 干点事啊你说是不是 嗯 干点值得回忆的事啊你说是吧 我听明白了 有一档节目啊 我觉得特适合你去 就那档 吵了得谁跟谁吵了吵了吵了 可厉害了 旁边就围一群专家 然后就这么劝啊 这么劝啊这么劝 就那档节目 电视是 上电视 对 我告诉你你说我你 对 行行行你拉倒吧你啊 我在家没吵过 我还到电视上吵去 在全国人民面前散开 那总林佑舍 看见到这什么回事啊 我说你竟出你搜主意 谁让你想出名了 我告诉你 要去咱俩一块去 好不好 我和你去 到那儿咱们俩保证 打得热火朝天的 那主持人拉都拉不开 我呀 我不上你那档 我还跟你丢人现眼去 我不像你啊 你没出过名 我跟你不一样 我早年见就有名了 瞧 这一强的奖状 那就是我过去的辉煌 好汉不起当年有 那我也是好汉哪 你说当初啊 我真是不应该啊 进体校 我真应该去考电视学院 我第一次考不然 我第二次我再去嘛 那那那没准就能考上了呢 你说当演员多好 这当演员 我到时候排个电视剧 排个电影 到时候给子孙后代一看 这看 这爷爷当年演的许文强 当年演的李向阳 你说哪多给劲呢 哎呀 卑艾阿姨 做明星的梦 你做了一辈子了你 真是的 幼稚 这这这这怎么算幼稚呢 你怎么不用了 这这演员这工作 他就是好啊 哎呦 你干什么了 那就是有形象资料 对不对 演员表里还有你的名字 这多好啊当演员 我告诉你 我当初我真是 不应该去我当老师 我真应该去当演员去 你说我当老师 就当老师吧 哎 娶个老婆还是老师 你老婆当老师怎么了 给你丢人了 怎么了 给你个鼻子你就上脸 是不是啊 明天我拿个手电筒 我这么一打 啊 你还顺着那光 你还能爬上去是不是 你别忘了 把这光灭了 我就让你 就掉地下 我摔死你 我让你的梦都摔碎了 你信不信 他怎么疲了呢 我也就疲了怪了 怎么着 那演员 就比人民教师光荣啊 啊 我真痛心哪 做一个人民的老教师 居然有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念头 我告诉你 人民教师是什么 那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那是桃李满天下 不 演员怎么了 我 演员 听个 演员 是我们人民教师叫出来的 知不知道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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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 你不知道 我给你像这一刻 真没想到啊 咱们那庆家母这演员 还真有力度啊 我看哪 你们俩倒是挺合适 一个演男主角 一个演女主角 这是一台戏 太好看了 你眼前你有本事演 人家带你玩吗 就你的形象 不是 不是 这 这哪跟哪啊 怎么又联系到那儿去了 不是 我 我说什么了 不是 我什么我也没说呀 不是 你会 会不会聊天啊 医生 手术结果怎么样啊 不太理想 你现在不仅是 疏狼管有炎症 子宫内膜也有炎症 而且这次手术 也还没有彻底的治愈 恐怕以后 会影响你的受菌卵着床 也就说你的怀孕几率 会很低 不是 医生 这做了手术也没有用吗 你要不实话跟我说吧 我有着心理准备 我是不是以后就怀不上了 对啊 我还真不好跟你下这结论 真的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 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 不过你知道 通常就是医生安慰病人的话 实际上 就是怀不上了没有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说要是李逵他知道这件事 他会什么反应 你就直接跟他说啊 你们两个人是夫妻 出了问题李逵是应该站在你身边 陪着你一起去面对的 是 他会安慰我的 他也会跟我说 每个孩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也会跟我一起走下去 可是你觉得他心里 真就这么想吗 他真的就一点都不介意啊 心里不难受啊 是 我们俩现在感情是挺好的 能好多久啊 时间一久的话 感情也会淡淡 你要是没有一个孩子 做维系的话 我们俩婚迟早就 就走到尽头的 别这么悲观 薇薇 怎么说呢 那你说你 你跟李逵你们俩关系这么好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爱 就因为没有孩子就断掉了 这不可能 就算李逵他愿意跟我一起去面对 我怎么可能有脸面对李逵他爸呀 我们结婚以后 李逵他爸最大心愿就是希望能够早日包容孙子 我作为一个女人我连这点都做不到 你说我怎么有脸在他们家待啊 我以为医生不是说了吗 医生说说的是可能性不大 他没有办法说死啊对不对 那那就证明还有可能 你就应该配合医生 你就积极地去治疗 你应该心里都一直有着希望 事情不是像你想的那么严重的 人要是没有自己的孩子那得多遗憾呢 那女人终生遗憾 是啊 所以我就说这薇薇真的太可怜了 可怜怎么办呀 我跟你说啊你就没见着薇薇那样 活儿都没了特别绝望 关键是她不知道怎么跟李叔和李回去说这事 我跟你说吧 我跟你说要往长远上说呀 我跟你说闹饱 闹饱还得离婚吧 我给真的老婆我真不是乌鸦嘴 你看啊 你看 李叔跟我爸关系好吧 两老头没事就聊 连我儿子就完了就聊儿子的儿子 那都是想抱孙子的 喜欢小孩那喜欢极了 你说万一这薇薇坏不了 那我跟你说吧 那我跟你说吧 我在民众局上班的时候 实际上有好多夫妻 都是因为要不上孩子离的 真因为这事离婚啊 那你还有假 我跟你说 而且有时候来离的吧 倒不是说这男的说 男的远远的女的受不了了 老瞎想想想这想就要想这想那 你的非要跟男的就离了 是啊 我跟你说 现在薇薇就是 薇薇现在就想得特别多 她就觉得李逵到时候 也接受不了她了 李叔最后也接受不了她了 我坐在她这边 那搞不懂 我跟你说就因为这么一 要不了孩子 什么那个爱情啊 浪漫啊 海市山盟啊 就还不如一孩子呢 我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你别瞎想 我没瞎想啊 不是你想想这现实问题啊 我这岁数了 我是不是就算是高龄产妇了呀 再加上前人比妮妞说的那个 说什么这卵子排完了 再也没有了 你别乐 我跟你说认真的呢 你这么看 我就这么两个好的闺蜜 一个被医生宣告了 说那个就是可能怀不了孕了 一个怎么怀也怀不上 这几率多大呀 最后落我头了怎么办呢 不是 宝贝 咱不自己下午自己 我跟你说这事不传染 另外你这身体宿舍 他们俩跟你就没法比 再者呢 咱是健康的婚姻 咱之前都婚前检查了嘛 我没查 没查 我没查 怎么没查啊 我是约了要查来着 结果不就 就因为忙你那房产证的事 就给耽误了 一耽误到现在 都没来着再查呢 我现在也没收着冻的是茶呀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